金妮和点赞都给我赞一下哦 哦 还有设计通知 大家好 嘿 金妮的金妮又 今天呢 加点蛋糕和寿司橡皮擦惊喜泡造球来玩一下哦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哥哥 今天金妮要玩桌子上面这神奇又有趣的惊喜泡造球 朋友们金妮之前玩过这个 先说明一下哦 把泡造球放进水里的话 里面呢会出来一些公仔或者玩具 这个惊喜泡造球呢里面装着可爱的橡皮 金妮就先拆画着蛋糕图案的惊喜泡造球哦 上面有一个可爱的两层蛋糕翻过来呢 虽然不是前面的蛋糕 这里呢有粉色的马卡龙还有饼干等等 一共有五种不同款式的橡皮擦油 接下来第二个金妮要拆的就是寿司惊喜泡造球 封面上有一位料理师拿着一盘非常好吃的寿司 然后放过来的话跟刚才一样 像这样里面会出来六种不同款式的寿司橡皮擦油 好那么金妮先来拆第一个蛋糕款式的 那么就把泡澡球放进水里 把准备好的水 好的啦 过来之后拆开包装纸 像这样里面有粉色的泡澡球 哇 里面有声音 之前倒完全不会发出声音哦 有声音 好神奇哦 好像是樱桃味的感觉 樱桃味 接下来 把下面透明的塑料撕下来 哦 这个 可能防止橡皮擦湿掉 所以放在胶囊球里了 为什么会有声音 来 一二三 溶化了 融化了 泡澡球这样 融化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哦 叮咚叮咚叮咚 这个需要很长时间 金妮把剩下的两个泡澡球也放进去吧 第二个 不要出来重复的就好了哦 金妮最想抽到的就是 那个马卡龙啊朋友们 粉色的 感觉这个泡澡球好像比之前的那个融解的时间更长哦 这个核 第一个放进去的话 泡澡球大小上 根本没有多大的差距哦 你们看水渐渐的变成浅粉色咯 回事 哇 朋友们你们看水变成粉色粉色的咯 而且呢 跟金妮刚才预想的一样 你们看 不是直接把玩具放进里面的 是橡皮擦 虽然在胶囊球里面 但是胶囊球上有洞 水全部都渗进去了 放在胶囊球里有什么意义 为了保管吗 好 那么金妮呢 把胶囊球捞出来 哦 失望了 两个一模一样的 而且是 天天圈 会是 啊 太好了 还好这是不一样的哟 好吧 那么接下来把水推到一边去 首先看金妮刚才抽到的 两个一样的橡皮擦油 朋友们 金妮抽到的甜甜圈 是这个样子的哟 甜甜圈中间 你们看像这样中间夹着白色的奶油 看上面一半是巧克力 一半是普通面包 翻过来 后面像这样都是普通的面包 这是甜甜圈哦 金妮抽到两个一样的 天呐 这样没办法咯 那么金妮抽到的 第三个就是 就是 啊哈 原来就是这个哟 这是薄煎饼哦 草莓薄煎饼 两层的薄煎饼上 像这样加了美味的奶油 然后上面放了 一个可爱的小草莓 这个好可爱 但是呢 这个也是橡皮擦油 橡皮擦 等金妮一会儿 把寿司泡澡球也抽完之后 写几个字 然后来试一下 可爱的橡皮擦 准备一下水腰 朋友们这次要抽的是 寿司泡澡球 先看第一个 朋友们这个呢 仔细看的话是黄色和绿色 混在一起的那种 颜色的泡澡球哦 拆掉透明塑溜 空 哦 碎掉了 天呐 胶囊球飘在上面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 金妮刚才用的是凉水 太慢了 所以换成了热水 融化的是不是很快 啊 泡澡的时候 本来就不是用凉水哦 不是吗 应该也有人用凉水吗 第二个泡澡球 第三个泡澡球 真的很好闻呢 朋友们 第三个泡澡球 你们看 像这样出来了两个窑 水好像变成绿色的了窑 黄色中 带一点绿色的感觉 好漂亮 而且还很香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胶囊球里面的 好吧 金妮看了一下朋友们 这次好像没有重复的摇 yap 我们把水推到一边 看看第一个胶囊球里面 鸡蛋卷 你们看哦 里面 还有一个装绿茶的白色小杯子油 啊 全都有哦 真的有 悉尼超大的第一个是 蓝色的盘子上有大米饭和一个鸡蛋卷这样做成的寿司 第一个蛋卷寿司油 第二个 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用紫菜包起来的 里面都是大米饭 中间 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呢 能拆下来吗 哇 能拆下来哟 朋友们 你也可以吗 哇 这个也可以 哇 可以拆下来 哇 都可以拆下来哟 好神奇 接着看最后第三个吧 这个 感觉好像是个牛肉 这个是 牛肉手丝吧 蓝色的盘子大米饭上面像这样放了两片红红的牛肉 感觉不是那种烤过的 这个也一样你们看哦 饭和盘子还有肉 是可以这样分开的 那这个也能拆吗 这个也能拆开 奶油和面包都能拆开 哇 这两个也能分开 天哪 哦 这个呢 草莓 哦 能拔掉草莓 奶油 像这样 接下来 吉尼开始的时候 介绍了这个惊喜泡澡球是橡皮擦 那么吉尼接下来呢 先在纸上用铅笔写几个字 对比下 接下来吉尼就先用这个甜甜圈先来擦一下甜甜圈这个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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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能擦掉哦 看你下 哇 擦干净了哟 接下来这次用这个寿司来擦一下看看 可以吗 呀 能擦掉哦 朋友们你们看擦得非常干净哦 好神奇哦 那么朋友们记你的惊喜泡澡球盲盒 成功 完成结训啦